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知盘中森 历历皆辛苦 这个你知道谁知盘中森的历历皆辛苦的意思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啊 就是说那个历历皆辛苦呢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每一粒午饭呢 都是由我们辛苦的农夫杯杯啊 一粒一粒这样子种出来 原来是这个意思 没想到我们现代人呢 其实吃不完的饭呢 就算里面饭还有半碗 我们就这么浪费的把它给丢掉了 都没有想到过 其实农夫真的是非常辛苦 种这些米饭出来的 对啊 但是呢 你知道呢 除了农夫啊 种这个米饭辛苦之外 还有一种 就是叫做盐田里面的那些重铁 不是重铁 是 重盐 重盐的盐夫啊 也是很辛苦的 重盐的盐夫 那就是本姑娘我 我要去体验看看啦 这里呢 就是台南的有名的盐田了 好不容易等到海水退潮了 现在才可以离盐吧 这里呢 就是还没有处理过的盐 所有的盐呢 都是非常粗的 颗粒也非常大 以前的人呢 都最爱用这样的方式来把盐 所有的盐呢 把它铺平晒干 慢慢慢慢的才可以变成结晶盐 盐香当然要下香体验 盐田乐趣 台湾最古老的瓦盘盐田 就在盐香民宿旁 盐田体验区完全免费 还可以拿盐袋 免费将粗盐带回家做纪念 和泡澡做SPA 听说最近海盐咖啡 是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啊 你有没有去台湾 带一些回来给我喝一喝啊 不好意思 没有的 不过窄门咖啡 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窄门咖啡是什么东西啊 是个咖啡的新产品吗 窄门一家含有特色 也开了好久好久的老店 咖啡馆位在台南口庙对面 躲在窄弄内的二楼 绝佳的地理位置 与特色的店内风格 让很多人对窄门咖啡馆 充满好奇 想要穿越时空吗 想象自己是飞天遁地的 武林高手吗 来试试身手吧 原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窄门咖啡啦 想必定是要为了武林高手 才能够攀岩走壁的进去吧 你想太多了 其实啊 一般的人呢 只要稍微测个身 就进得去了 原来是这样 可是我还是有个问题 也不来 为什么窄门咖啡 要叫窄门咖啡呢 你连窄门咖啡都不知道 让我们爱马小课堂告诉你 爱马小课堂 哈哈 日据时代时 此区一楼是商店街 二楼是住宅区 这条景有38公分左右的窄像 当初是住户的出入口 这栋木造结构的西式洋房 原是大正时期一位医师 自制的双拼洋房 如今的窄门咖啡 则两个空间打通划分为两区 一区为密闭有空调 另一区可敞窗 享受自然 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不管你是喜欢冷气 还是自然风 挤进了窄门 这里一定有属于你的一方角落 台湾来是这样 是的 其实啊 开一间个性店呢 一直是台湾年轻人的最高指导原则 而窄门咖啡店的老板娘 Jessica呢 她认为其实咖啡是无国界的 在窄门咖啡馆里面 一切都是她最喜爱的 是的 在窄门咖啡馆里面 老板娘Jessica呢 用新的技术创造古老的味道 而她与老屋相处的宗旨呢 不是要忠于原味 而是要赋予新生 一杯咖啡的傲慢与偏见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在这边闻粥粥的免怀 窄门咖啡了 台南呢 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呢 下礼拜呢 我们就去洗刷刷 洗刷刷 可以了没 可以了 抽筷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